开启外部的IP与破号 这边的话 其实呢 最关键就在这里 执行配置一下就好了 完全不需要下指令 执行配置一下 那你只要丢给他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你现在电脑的IP为止 第二个呢 你就执行配置 执行之前先执行配置一下 把你的IP为止 输入到run server后面就可以了 然后 其他再来就是 如果你希望别台电脑 也能够存取的话 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在settings settings就设定 里面的话 大概28行 会有个allow的 pulse hose 就是 云不允许其他电脑存取 这边请你打个信号 这个信号指的是全部的意思 全部的电脑都允许 OK 不然的话预设我记得是全部都不允许 你要把它变成全部允许 外部的电脑就可以连得到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 所以 就是只要那个内部网络 就是 讲是192开头 192.168开头 那就是 在这边 设定 然后 设定 然后 设定 那你可能这边就不是全部哦 你可能要指定哪些IP位置可以 这个里面就是要放IP位置 比如哪一台IP位置 哪些IP位置 或者哪一些IP位置开头的 后面就信号 比如192.168.1点信号就可以了 就是说哪一个区域 你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我这边只是说全部哦 如果你要设定部分的话 你就是前面那个字串里面 你就是自己要去加你可以的IP位置就可以了 OK 那这应该没问题 再来我们来设定就是 如果你要其他 第一个当然你要先知道自己的电脑的IP位置 那自己电脑IP位置怎么知道 有几个方法 以前习惯是 先Windows键加R 加CMD Windows键 按住再加R 然后打一个CMD 实际上就是 就是执行这个DOS 你只要打一个IPConfig 这个指令 可能要记一下 IPConfig Enter一下 它会告诉你 我现在的IP位置 是IPv4这边 会有告诉你 我现在的IP位置 就这一个 IPv4 就是192.168 这开头就内部的 1.62 OK 如果你不想打指令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请你看一下 你的电脑的 这个 右下角 有一个网路存取的小图示 请你按右键 右键里面的话 有一个开启网路共用 那我的习惯是 按右键 启用它之后 如果你不想要 下指令的话 你按右键 把它开起来 它就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这边有个网记网路 底下有个连线 我是透过区域网路连线 你把它点下去 它会跳一个视窗 详细资料 这边就出来了 其实IPconfig 最后做完的结果 跟这个一样 1.找这边 2.区域连线 详细资料 各位有没有看到 你的IP位置 这边也有 反正方法很多 查得到你电脑的IP位置就可以了 好 查到之后的话 我知道说我的IP位置是这个 6.2就对了 好 那我再来做什么 接下来的话 我就直接再到 我的执行 特别之后 刚刚是点它 按一下执行到 对不对 我现在就是 转个弯下方 执行配置 按一下它 它会跳出一个 你执行的时候 相关的相关指令 最关键在哪里 在这里 叫Arguments 就是你要不要 带其他的 这个Arguments 引述 就是参数 那请你在Run Server后面 有没有 其实我们Run Server是 执行刚刚那个Jungle的 网站的指令 那我只要在这个后面 加一个空白 告诉它说 192.168.1.62 就是我的IP位置 然后呢 你就把它执行 这个应该记得起来 执行配置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呢 请你看下方 Pause number address 是 那 那 八千吧 可能我的那个 把它停掉一下 破号 这边执行配置 Arguments 破号 如果不指定 它就八千 它是说 我们这边电脑是不是有 那理论上 它会跳一个 那个防火枪 因为我要存取它 所以 那个防火枪 会跳出来 然后告诉你说 是否允许 这个 破号 被使用到 我看一下 它会 应该理论上 这时候就OK了 所以呢 我记得好像不用加破号也OK 好 那我现在呢 已经执行在 我这个IP位置的八千了 然后把它再复制它 对不对 我就一样的动作 执行 所以待会的话 其实这个是我自己执行 我自己OK 那如果待会呢 你们来执行我的电脑 还有一个 Allow 我刚刚有没有设定这个 对 有没有 所以它不允许 那不允许的话 要怎么样可以允许 一样 记得 Setting 点开之后的话 应该在上面一点点 Allow Host 有没有 它目前是空的 没有可以允许 就是外部都不行 那我要怎么可以 在中刮户里面呢 双引号 加一个 新号给它 或者你要哪一台可以 你就把IP位置打上去也可以 然后把它儲存一下 Setting 记得儲存 这时候我们再把它重新跑一下 好了 这个时候有点像我允许的 那把它重新执行一下 诶 有没有 Hello Jungle就OK了 好 那 所以 把那个关键再 再讲 一 记得先查出你的区域连线的详细资料 IP位置 二 再到我们 IPconfig 这个也可以 看个人习惯 二的话 就是在专案上方 执行配置 执行配置的时候 Arguments 里面的话 就是给它 IP位置 冒号 加上Pol OK 那如果像刚刚有同学好像那个8000的Pol 被其他程式执行的 被用掉了 没办法 没关系 你把Pol改成80 801也可以 你就改一下 理论上 一般我们上网一定 网路HTTP一定是80 或者有人改8080也可以 反正你只要改个Pol 那你后面冒号8080才可以 才可以通 那你可以再把它修改一下 再执行 这样应该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改完这个之后 记得怎么样 再到那个 我们的 Allow 这个地方 去把它 我把它改8080 你们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我是这个IP位置 你等一下也可以输入到你的浏览器上面 打这个IP位置 也可以看到HelloJungle 但是HelloJungle 你丢一个Request给我 我丢一个Respond给你 丢到哪里 丢到你的网页上面 所以等一下你们也可以测试看看 理论上应该也可以连到我这一台 待会也许你可以跟旁边的同学 试一下 那你也许你这个 刚刚的那个view里面 HelloJungle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你可以改成别的 改成你自己的名字也可以 不然每一次丢过来 到底是你的HelloJungle 还是我的HelloJungle 搞不清楚 所以改个名字 丢过去 Hello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样我 回我这边改一下 Hello Terry好了 OK 我把它Save一下 那你们待会 如果执行到我这边来的话 应该就会看到Hello Terry了 OK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可以有一个差异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切还给各位 OK OK 嗯 好